这条比未到调查员还大的巡鱼 被放到管道后 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 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 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是的 要保持在16度以下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 需要在低温环境下 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 鱼卵取出之后 要进行冰水清洗 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 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 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地方 按下去会破 对 用力地按它肯定会破的 搓好的鱼卵 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 之后再进行人工检选 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 最大程度地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 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 是不一样 两种风味 这种风味更加清新一点 对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 要进行称重 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 加盐搅拌 腌制好的鱼子酱 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 就是排水 因为如果水多的话 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 就像粥一样 就品质几差 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 它就会精英薄 将鱼子酱放在虎口 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 可以增加鱼子酱富裕的口感 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 本身的鲜美滋味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